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爾斯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的東西 很特別 跟著我一起看吧 如果你是有在看查爾斯頻道每次更新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我跟 Steve 兩個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呢 Steve這一次在 我的生日就是 剛過 2月23號的時候呢 他就寄了一個特別的禮物給我 哇他雖然人遠在美國的洛杉磯 但是呢真的是太有心了 他就是遠端遙控 呃在台北的景氣這樣 然後幫他做這件事情 然後要給我一個 Surprise 所以呢 我收到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的 嗯怎麼說呢 有點傻眼 但是呢又很感動你知道 當有一個人這樣子 你知道他這麼用心的幫你去 準備這些禮物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所以今天查爾斯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teve用心為我準備的這一份禮物 現在就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就來看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當我 呃 快遞按了門鈴之後呢 他就 已經 我已經拆過了 我就拿到了一個這個東西 哈哈哈哈 你知道收到 這個圓筒的時候其實我 隱約覺得 哇上面有寫說是異碎品 然後又要冷藏 很明顯就是個蛋糕嘛 但是想說 哇 為什麼一般的蛋糕 通常就是你知道 他高度不用那麼高 為什麼這個高度需要到這樣呢 我就滿心期待 然後當下 Steve就趕快跟我試訊 你知道他要在第一時間 就是收到的時候 然後看我的反應如何 唉 然後我就是 我覺得打開的那一瞬間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我好 就是 我不知道要笑還是要怎樣 就我覺得 超ㄎㄧㄤ的 ㄎㄧㄤ到一個翻掉了 我們現在就跟大家一起來開箱 我已經打開了 所以 要給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這個禮物也是一樣的ㄎㄧㄤ的感覺 這樣子 好希望我不會把它毀掉 來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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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不要毀掉它 嗚 哈哈哈哈 這一個Alsa的翻糖蛋糕 有沒有很ㄎㄧㄤ 你知道 當我打開的時候 傻眼 然後但又是很surprise 所以我當下是非常的開心 你知道這是我第一次收到翻糖蛋糕耶 而且你看上面還有這個 Charles Happy Birthday的字樣 所以 就要去 你知道 跟店家聯繫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lsa 先看他的臉好了 我覺得做的蠻精緻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像電影 我覺得 已經很厲害了 畢竟這東西就是全部都要手工 因為 你們知道現在很流行的就是那種 一個洋娃娃 放在上面 然後蛋糕是他的裙擺的那種 對 所以那個 我覺得那個也很漂亮 但是就是 那個比較普通 你知道完整的一隻翻糖娃娃這樣要做 要花 多少時間嗎 然後 轉一下給大家 你看他連那個 頭髮的飄逸感都有做出來 就是你知道Alsa變妝之後 哇 然後披風 你看後面也不馬虎 後面還有這種 小小的雪花 哇 哇 是不是超美的 你們注意一下 他的衣服還是有亮粉的 這是能吃嗎 我說真的 要吃我都不知道我要從哪裡下手 畢竟是我們的 Alsa女王 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把它吃掉 然後 你看他的眼妝 他的睫毛 哎呀 對個角好了 你看到嗎 他的睫毛 然後他的那個 那個 口紅也是 你知道 可能是 哪一家的 彩妝品 就是亮亮的那種 不知道怎麼樣吃它 我也不知道 到底該不該吃它 可是 這一份心意呢 都已經送到了 我不吃又覺得有點浪費 但是又要跟 一定要跟其他人分享 我一個人吃掉這個太狂了 你看我已經 胖成這樣子 如果再一個人把它吃掉 就是完蛋 所以 我覺得這一份禮物真的非常的感動 那為什麼會有 會是Alsa 其實就是有一個故事的 那一方面我喜歡冰野奇緣 跟就是 你知道 這部電影就是讓大家都會非常的喜歡 如果你們有看一些影明 真的是它很紅 而且最近又出了 第二集的預告片 哇接下來就是 又是一個 比較轟動 那就是在上一次 我跟Steve去東京 我們有拍一個影片 東京的一日遊 就在那一次我們去到請空塔 然後底下有賣一個公仔店 然後有賣一隻 Alsa的那個公仔 不是黏土人喔 黏土人我已經有了 然後也不是小 它是30公分大的 很像巴比 然後 它的臉可以換三種表情 然後各種關節都可以動 然後做得非常的精緻的 一隻娃娃 但是它要價大概是 七八千台幣 那我很想 很心動啦 但是因為呢 艾瑜 就在去日本 不是 去日本之前 然後Steve才幫我 從紐約帶了一隻 百老會音樂劇的 Elsa 真人版的巴比 然後我也沒拆 我就想說算了 我已經有一隻 我先不要再多收一隻好了這樣 所以我就放棄它 可是 沒想到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思思念念 就一直覺得 想盡各種辦法 可是網路上面也非常的不好買這樣 所以 不是Elsa Steve就 奠記著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一次生日的時候 他就盯了這個蛋糕 然後呢 我就覺得 超級 好精緻 我真的很想把它就這樣放著 應該就不要吃它 但是 實在是太佔據那個 你知道 冰箱的空間 所以我勢必還是得把它處理掉 還是你們要現在看我在影片 把Elsa吃掉嗎 它有點硬 算了 我在想辦法好了 所以你知道 就是有一個朋友 能夠對你到這樣子的程度的時候 你真的是 要很感謝這樣子的緣分 然後我也非常的謝謝 Steve這一次在生日的時候 給我驚喜 還有很多朋友給我很棒的驚喜 我不知道32歲怎麼了 但是就是 今年獲得的禮物 跟獲得的驚喜 特別的多這樣子 所以 不管用什麼樣的形式 給我的祝福 我都非常的謝謝每一位朋友 對當然不是只有這個蛋糕 因為其他蛋糕 你知道就是當場現場 就要吃掉了 這個是我 一個人收到的時候 我知道 就先把它冰進冰箱 等一下 侯康收到什麼呢 喔反正就是那個公仔 我沒有買到 所以他就 這一次就特別 訂了這一個 Elsa的翻糖蛋糕 就是 讓我圓了這個夢 當然這個比那個更驚喜 如果今天是收到那隻公仔的那個 你知道 ㄎㄧㄤ度可能不會是這樣子 對這個實在 太ㄎㄧㄤ了 好歹我也是一個 你知道 不要說型男 但是 這個 這個Elsa這種感覺就是 我的 我的小女生的那種學生 小一小二 收到的時候會很開心 但是 老師也收到這個 我還跟我學生家長分享這樣 他說 哇老師也收到一個Elsa的蛋糕這樣 實在是 太有趣了 真的要很謝謝 Steve給我這樣子 一個特別的經驗 好啦 今天這個Elsa的蛋糕呢 我可能無法 讓每一個人都吃到一塊 但是我們可以再 好好的 欣賞一下 他的 漂亮的精緻程度 這樣子 喔對了 然後我後來就很 因為你知道 收理這種事情 總是有一天要還的 所以我就上去 查了一下說 大概翻糖 就是這一家 訂做的這一家的廠商 然後我去看了一下他們粉絲業 我真的是 完蛋 我接下來要還Steven 應該要 超大的 因為我沒想到 翻糖蛋糕竟然是 這麼貴 這樣 就看到你知道 一個蛋糕上面有 兩朵花 這樣就是 五千起跳 哇 那這一個 我不知道到底要多少錢 我不敢去想 反正接下來我們就 拭目以待吧 Steve生日的那一天 我該如何的 處理這件事情 好啦 我等一下可能想辦法 去把這個Elsa 處理掉這樣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個蛋糕 然後 呃 我的生日就過了 就這樣子 今年已經23 不是23 打我過來 32歲 有點想落淚 OK 好啦謝謝大家 也謝謝每一位朋友 對我的祝福 那也祝大家 就是身體健康 然後在2019年 每一件事情 都讓你能夠 非常的順心 我告訴你 知道我這個年紀 已經開始不會 現在去想說 要追求什麼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 我們一些朋友聊天之後呢 覺得 身體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這件事情 OK 好 所以希望下一支影片見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還有我的分享 請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把影片分享出去 下支影片見 拜拜 下支影片